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会给大家讲到 怎么去快速阅读这个文献 就是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我读文献比较慢怎么办 当然今天不会讲 具体读某一篇文章 会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思路 还有给大家讲到 怎么去做文献调研 也就是刚刚同学问到说 导师只给一个主题 我怎么去做文献调研 这也是你们今后要开题 所有人都会碰到问题 所以今天课程内容应该说是 干货满满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你们课程目标是 希望大家能够去 首先掌握Android X9 怎么去使用 那做一个软件的话 其实它有很多功能 但是大家知道 它基本功能就可以了 就是能够把它给用起来 对于一些深入功能 大家可以在使用功能当中 这些办法去摸索 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文献阅读的一个流程化方法 怎么能够短时间去阅读 大量的文献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去有一个主题 怎么能够快速做文献电源 因为我们下一周是一个练习 和上一周 和上一次的那个 现实练习是一样的 你们需要在短时间内 完成一个开题报告 所以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我看有很多学姐很激动 对吧 当时也有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做过之后 应该会非常有收获的 那今天这个内容我想说的就是 第一个大家需要知道 怎么能够快速入门 就是怎么知道 它的一些基本功能 第二个就是大家去理解 怎么能够高级去利用 就是知道它怎么去获取信息 怎么去管理 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吧 那么我也想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对于NL软件 文献管软件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对吧 是不是这样 但是你们听说过 可能都是知道 它可以帮助大家 编辑参考文献格式 对吗 所以有很多人过来听这个课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目的而来 对吗 那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从今天听这个课之后 不要仅仅把它看成一个 参考文献编辑工具 如果说你仅仅把它看成一个 参考文献编辑工具的话 那么我觉得它对你来说 就像是一个临时工一样 然后需要的时候拉过来一下 然后不用走吧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能够给你带来的帮助 是非常有限的 大家想一下 你一年能写几篇文章 所以你能用到几次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用它来 帮助你去管理参考文献件的话 那么每天它都能够帮助你去节省时间 比如我在搜索的时候 它能帮助我提升检索效力 我在下载选用的时候 它能够帮助我自动去实现 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我可以用它来做笔记等等的 所以一个工具 能够希望大家能够给用好 就是怎么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帮助大家去节省时间 那我们讲这个软件 其实在每次讲软件之前 我都会花一点时间 就是讲软件怎么来的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工具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 因为这代表我们一个人 对需求的一个洞察力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软件诞生呢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因为很多 跟我们这样科研工作者 然后在和文献打交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地方会觉得很不爽对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就会有人去想办法去帮助他 帮助KN工作者 找到一个更高效 和文献打交的方法 是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想一下 一个工具的价值是什么 提升效率 最根本的是什么 是帮助我们去节省时间 对吗 去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更多一些事情 在短时间获得更多信息 那么其实在这边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两个意识 一个是工具意识 当我们做一些事情 觉得很麻烦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一些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去高效 完成这些事情 这是一种工具意识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有一种时间投资的意识 就是我可能花一些时间 去学这样一个工具 能够帮助你节省更多时间 这个我在前面提到过 那文献管理研究 它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提高效率 可以帮我们做什么 可以在相同时间 去阅读更多文献 可以去自动下载更多文章 然后也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帮助我们 扩大我们的视野 所以文献管理研究 它的诞生 其实是来源于 科研工作者实际需求 那这种需求就是 是什么 包括这样一些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自己平时去搜索文献 或者看文献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些需求 第一个就是说 找文献 我要去不同地方去搜索 对吧 那如果说有一个地方 能够帮助我 一站去搜索 是不是很方便 我可以在一个地方 去搜索不同的税率库 是不是很方便 对吧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管理文献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 我看了这篇文章 我记得我前两天下下来了 但我不知道放哪去了 是吧 就是这样一些管理问题 更多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直观的体会 就是之前来写那个编论文 编参考文献 很痛苦对吧 曾经郁闷过对吧 所以你们会有这种切身的痛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功能 然后文献管理研究 可以帮助你做这样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文献共享 比如说我们一个团队 大家都做的方向差不多的 我希望把一些重要文献 分享给实验室的成员 那怎么去分呢 一般都是发邮件 或者是微信 对吧 其实你发现这样 分享过之后 信息都存在 微信当中 很难去管理 有没有更好方法 那这都是 我们面临一些切实的问题 针对这样一些需求 所以现在文献管理人 一般会具备这样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 帮助我们去提升文献 获取的效率 就是帮助我们去 不同地方去检索 第二点呢 就是帮助我们去高效管理 就是不管你是 三十篇 三百篇 还是三千篇文献 他都能够轻松帮你管起来 管起来目的是什么 就帮助你能够 在需要的时候 能够快速掉出来 对吧 这是管理的价值 对吧 我们上周给大家讲到 前面给大家讲到 围着笔记 大家可以帮大家 管理各种信息 对吗 那他管理之后 目的是什么 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能够快速找到 对吧 还记得吗大家 就是围着笔记当中 怎么可以快速找到 你之前看过信息 有没有印象 是不是可以通过分组 通过搜索 通过置顶 对吗 还可以标签 对吧 等等一些方法 帮助你去定位这个文献 对吧 那文献管理软件也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帮助大家去编辑参考文献格式 以及实现团队的共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软件 它一定是针对某种需求 然后针对这个需求 设计它一些功能 那这也是目前所有文献管理软件 基本上具备的四大块功能 这一次都是针对某种